过年啦 大家一定要记得吃杯干哦 嗨 阳光姐姐 你的背包可真好看呐 谢谢你 艾茂 这个包包里面呀 装的都是我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 跟春节有关的东西 我的直觉告诉我 里面一定有饼干 阳光姐姐 快点把包打开吧 好啊 哦 这是什么 好精致啊 这个呀是韩国的红包 韩国人在过春节的时候啊 也会全家团聚在一起 爸爸妈妈会把压碎钱 装到这个漂亮的小包包里面 可是我想知道 包里面还有什么 哦 这是韩国饼干吗 这个呀是黄豆 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 在日本呀 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叫做结分 通常指的是春季之前的最后一天 你们看 哦 这是在下黄豆饮吗 嗯 在结分的这一天呀 日本的家庭 会把黄豆撒到空中 象征着在新的一年 扔掉坏运气 迎来好运气 哦 但是阳光姐姐 你真的没有看到饼干吗 哦 我在美国旅行的时候啊 去了一趟中国城 哦 那里的春节和咱们这儿的一样热闹 而且啊还有很多好吃的 哦 幸运饼干 哦 对了 这里面是什么呀 哈哈 你看你甜饼怪 我都还没有说完呢 这叫幸运饼干 是因为啊每个饼干里面 都藏着一张写有祝福的纸条 谁我也要打开一个啊 好啊 我来帮你打开一个啊 哎 哎 这上面怎么是英文啊 嗯 这是用英语写的 新春快乐 哎 让我们一起用这句话 来给大家拜年吧 哦 好啊 Happy Chinese New Year